上個星期我在網上看到短片 即是旅遊節目的短片是外國的 又說巴西 有些街頭小吃就是一個粟米 然後就這樣做 待會告訴你怎樣做 覺得非常有旅行感覺 還有很想去旅行 現在就去不了旅行 所以唯有現在就用這個方法來做巴西粟米來吃 材料非常簡單 有粟米 這個是Mayonnaise 即是蛋黃醬 這個是芝士粉 第一步我們先處理粟米 其實有一個處理方法 真的蠻有趣的 就是把粟米葉拉向下 不要拔斷 然後我們把粟米葉拌邊 拌了之後用牙籤穿著 就是變成了這樣的樣子 待會我們吃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拿著這個東西來咬 然後我們煮一個滾水 然後裡面加少許鹽 大約一至二的湯匙 然後我們把粟米放進去浸熟 然後把粟米放進去 喂 悲技又來了 怎樣煮粟米會令到它更加好味和香甜呢 就在水裡面加少許牛奶 還有一粒牛油 待會這個粟米煮出來 真是你想像不到 你不會吃到牛奶的味 但是你就會發覺它非常香甜 然後呢 好 把粟米煮好之後 就放在碟裡 我們把蛋黃醬擠上它的表面 接著這個步驟 就拌了 我們把粟米的蛋黃醬 填滿了它的孔 即是填滿到中間的牙齒不見了 真的很多人不怕的 要多的程度 真的要很多蛋黃醬 但是呢 不多蛋黃醬是不好吃的 接著我們把芝士粉 當然你可以用現成的芝士粉 你也可以買一塊硬的 巴馬山芝士回來 然後磨磨磨磨磨磨磨 那當然是現成方便一點 然後把它倒進碟裡 然後怎樣 預備定一個盤 鋪軟石子 接著 你就把這個甜蜜洞的粟米 點進去 將那些洞 填滿芝士粉 嘩 嘩 最後一塊也這樣壓 壓完之後 真的要多 真的要多 這些呢 即是已經混合了一坨 那些 吞上去 一點也不要浪費 接著 我們把它放在焗爐裡焗 有這麼大火 我的焗爐最高溫可以去到300度 我就放在300度 那裡 然後看著它 轉轉轉 即是做一個燒烤的效果 不用關掉 看著它 看著它 剛才大約烤了 我想 都五分鐘 烤到它的表面 金黃色 就可以了 現在整個室內 已經聞到那種 烤芝士的味道 這樣 這個巴西粟米 就完成了 遲些奧運 巴西奧運 最好做這個來 應景 然後大家一起 一邊看一邊吃 好吧 我去減肥了 拜拜